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王 当今世界上有这么几个举世闻名的毒品产地 其中有黑帮遍地的中美洲地区 也有战乱的西亚金星岳地区 但最出名的也就莫过于我们老邻居金三角地区了 一提到金三角 我们脑子里可能立马想到的 就是那种大片大片美丽妖娆 有暗藏危险的因素环 接着随之带入的就是那些 令人避之不及的毒品 金三角这个地方 说实话它不断遭受着打击 几经七七六六 但绝大多数时间 它都能够稳坐世界毒品产量头把脚移 它是所谓的犯罪之都 是毒贩的胜利 也是令我们无数人都恨之入骨的一个地方 不过这样一个地方 它究竟是怎么来的 又是为何打击下去就死灰复燃 为什么这里的毒品这么受到欢迎 而且可以大量种植呢 今天老王就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个金三角毒品盛行的那些原因 世界毒源金三角无法彻底剿灭 老王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金三角它的地理问题 金三角它算是东南亚山区里面最好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有树林 还有土地 无人管理并且一手难攻 这样的地理环境也就成为了各路不法分子天然的欺身之所 自古一来 这个多国交界的地方 它就是犯罪丛盛的区域 相关的国家 它都不想管 不愿意管 甚至管不了 说白了就是无暇顾忌 那这种放任自由的态度 以及这个三不管地带的这种天然优势 也就导致了毒枭在金三角里面如鱼得水 并且这个地理地形 也是造成金三角地区人民贫困 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 虽然这个地方它水土丰富 但是交通非常不便 和金三角有关的几个周围的东南亚国家 自己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自顾不暇 能管好自己那一片 而一亩三分地都已经是相当不易了 更何况是金三角这样的化外之地 法外之地更是直接被忽略 那在这个地理原因的基础上 还有什么原因 让这个地区的毒品 能够如此肆无忌惮的泛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金三角 它的地理位置 它是位于东南亚地区 主要包括有这个泰国缅甸 老挝这三个国家的边缘地带 而且与我国介绍 恰似一个三角形 人口也比较少 那其他这三个国家的一些 具体信息老振之前也讲过 又加上它大部分 都是在这个海拔千米以上的重山峻岭 气候也比较炎热 雨量充沛 土壤又很肥沃 所以就非常适合英素的成长 再加上这里的环境 丛林蜜物 道路崎岖 交通又非常闭塞 三国政府你就算想管 想去收拾它们 也是鞭长磨叽 这也就为种植英素提供了正值 经济地理以及气候等等方面 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尤其 所以老振我就总结一下 就是这里 人不流和鸟不辣是有无人间管 并且吃不饱肚子 于是就让这群违法犯罪的人 抱上了所谓的侥幸心理 除了地理环境等因素 我们还得从历史方面来讨论 首先就是我们要追溯到 它殖民统治时期 1825年 一个罪恶之源大不列颠人 也就是英国人 他发现了在金三角地区 竟然特别适宜种植英素 于是就从印度把种子 运到了这个地方 并且教会当地人来种植英素 我们都知道 本来英素它是可以加工儒药的 也有很多功效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是相当之大 可以让人形成成瘾性 产生这个幻觉 让稀释的人一直消退 一旦成瘾就很难戒除掉 而这种副作用 也就恰恰符合了这些殖民者的利益 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治历史非常悠久 长期的殖民统治中 殖民者为了这个巩固政权 向该地区输送了大量的鸦片 来控制当地的人 恰巧当时金三角地区的农作物 它只能保证糊口 经济作物即使你种好了 也没办法运出去 当年殖民者到达的时候 就把英素这种 本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东西 带到了金三角 多年的强迫种植 将来这里的平民 也不怎么会种植别的东西 即使有人帮助 想要改过这个生活方式也都很困难 更不用说金三角地区 它压根就没有人管 哪怕是在这个殖民者撤离后 因为当地落后的这个经济和贫困的生活环境 当地人便自然而然就转向了贩卖鸦片这样的暴力 于是乎 种植鸦片 为生活 这样畸形的思想观念 也就在当地慢慢的根深蒂固了 在1949年的时候 国军战败 残余部队从云南进入缅甸当了土匪 他们在这里摸霸滚打了几年后 终于在反攻大陆无望 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下 开始分别于1953年和1961年 开始大规模撤退 但仍旧有几千人 他们不愿意去台湾 那为了躲避政府军队他们的围剿 他们选择留在了这个 缅太老三国交界的大山深处 艰难求生 大部队撤军的同时 这支军队也就自然被切断了几样 那为了生存 他们也就开创了 以毒养军 以军互毒的险核 而曾受教于 国民党的昆沙 则将这一模板发挥到了极致 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那有土地 自然就会有人想要去征服 那金三角这块 湄公河三角洲地区 在其鸦片产量最顶缝的时代 也有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那这个人就是昆沙 最富盛名的金三角大吐霄 昆沙他生于缅甸 父母一个是中国人 一个是泰国人 他从小的环境就是打打杀杀 所以长大后 他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坏人 也是一位美国人极为痛恨的大匪 昆沙父亲他是这个部落的土司 由于敌对势力的报复 昆沙的父亲死于非命 那年幼的昆沙也就学会了 如何在社会中生存 而这些年幼时期的经历 更增加了他的神秘色彩 一个偶然的机会 昆沙接受了李弥创立的 抗俄军政大学 接受了军事训练 那这一次机会则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在学校中学会了军队的本事 更是知道了各种生存的必要技能 学成的昆沙从泰国回到了金三角 迎娶了当地一位首领的女儿 虽然他拥有了人数不少的手下 但他明白军队的战斗力才是第一位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候 昆沙便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 他开始选择攻打小的贩毒团伙 不断收编 从而扩大自己的力量 当时政变上台的缅甸 奈温军人政府 为了获得各武装力量的支持 选择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昆沙顺势而为 便宣布向政府效忠 更是将这些散民游能游击队 一举扩充为了弄粮地区民众自卫队 昆沙在他人生的黄金时期 拥有上万的士兵 在缅甸从南到北都有他的故乡 他居住的地方也是非常的豪华 可以说是行长天下全 罪卧美人席 1967年昆沙与金三角上一代霸主罗星汉 为了争夺鸦片打了一场大战 昆沙险中取胜 由此控制了金三角地区 绝大部分的毒品产量和销量 新一代武林盟主 便由此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大毒销生涯 有传言声就是昆沙靠着一本三国演义度过了五年的牢疮之苦 虽然不知道这个传言它是不是真的 但是出狱之后的昆沙似乎是看破了自己在缅甸当局心中 也只不过是个可用可切的马仔而已 于是就坚定的走上了反政府 建立善邦民族独立政权的革命道路 当然这一切也都离不开制毒贩毒 因为没有毒品也就没有钱 也就没有一切 昆沙开始在金三角地区大规模的推广因素种植 更是从新加坡台湾等地区引进人才 不断的更新设备提高加工技艺 提炼出了纯度高达98%的四号海洛因 就是那个文明独解的双湿地球牌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金三角地区的毒品达到了最高峰生产3000吨 其中80%就来自于昆沙集团 有了此今后 不差钱的昆沙和善邦另外一支反政府武装 联合建立起了大型武器固和训练场 并成立了由昆沙总司令的 善族革命委员会革命军 而后由昆沙宣布成立善邦共和国 并自认为国家主席 首都设在满星碟 不过这个举动也就彻底触犯了 缅甸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 在1995年的时候 政府利用昆沙集团内部都是华人主权的由头 就策反了善族长老 由此发动了纯洁善邦运动 士兵们开始纷纷就脱离昆沙集团 善邦共和国的总理也开始倒戈 美国在越战美苏争霸时期 曾经都对昆沙集团贩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还从这里进口了大量毒品到国内作为麻醉药品 从而换取他们对抗免共泰共等社会主义力量 但是美国这些外在威胁现在都已经消除了 而且此时国内45%的毒品都来自于昆沙为首的金三角地区 于是美国就对昆沙发出了200万美元的悬赏通缉令 1996年 年逾六旬的昆沙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遭受到美国当局起诉运毒 而被迫向缅甸当局投降 金三角大毒枭的毒品帝国也因此落下了大幕 在投降后 昆沙度过了十年被软禁的晚年生活 最终在2007年死去 所谓剿灭金三角 事实上三国政府想要剿灭的 是盘踞在这个地方的毒枭以及其首家的武装组织 普通的当地农民实际上也都是受害者 对于他们种鸦片只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而已 但对于以昆沙为主的毒枭 制毒贩毒就是他的生活 就是他的生命 虽然这些也都是从底层涨起 但当他们有了实力 首先选择的不是改变这一切 却还是利用金三角得天毒荷的环境来种植鸦片 虽然昆沙曾经堂而皇之地声称 自己制毒是为了解放缅甸善邦 但事实上只不过是给自己制毒找了一个好听的理由而已 而这也正是导致金三角不容易被剿灭的原因之一 昆沙一生贩卖毒品 但传闻他没有卖过给中国人 而昆沙之所以不把毒品卖给中国 是因为他感觉自己也是中国人 因为他也拥有中国人的血统 老我也不知道如何来评价他 他是毒枭是罪犯 但是其为人斯文随和 也正所谓人不可貌相 有人说他是这个代引号的民族英雄 是金三角的精神灵秀 把毒品贩卖到了美人 不过其性质定位似乎也和萨达姆无异 所以是非功过也只能是留给大家去评说 昆沙炼制毒品的工艺非常高手 从这个金三角流向世界各地 主要是欧美地区 当时欧美地区十个吸毒者就有五个会选择昆沙制造 套用经济学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昆沙的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得到了这个市场的认可 昆沙在金三角冶炼毒品时 他用自己的军队给工厂当看护者 并且报酬封口 所以他们上班也很用心 于是毒品的质量也就得到了严格的把控 获利自然也就破为封口 不过一个人的力量他总归是有限的 一个毒枭也不可能永远都能逍遥法外 金三角的情况就特殊在这里 大大小小的制毒贩毒 叛乱武装渗透灵力 当有一个强大的头领的时候 大家都服从其管理和控制 当如果这个首领被消灭 其他同伙也就会立马跳出来 一个有能力的头目 接管上人的遗产 被打压下去的制毒产业 很快就能恢复 在昆沙之后 金三角地区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 禁毒禁言运动 现在这里已经看不到 漫山遍野的婴速滑路 这么多年来 婴速种植是屡禁不绝 直到这些年才有了蟹区缓河 但是在丛林深处 却依然进行着 无数不为人质的毒品生产和交易 它们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掉 彻底消灭毒品 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有一句话说得好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然后我希望身边的人和大家 也都永远不会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 而我们从自身出发 一步步的去改变 一步步的去实现 相信终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美好